宜兰一位女大学生不仅长得漂亮,更有好心肠 因为有感于救护车赶着救人时,常常在路口发生意外 邻机一动研发一种路口即刻救援系统 救护车在100公尺外,红绿灯就感应变成绿灯 进空路口避免车祸发生 不但获得科技厂商举办的设计大奖 经赏奖,还被向众授权专利 留着一头长发,长相清秀 她是大三的学生肖佩文 不只长相出众,更有颗关怀社会的心 觉得救护车在十字路口常常发生意外 因此花了许多时间设计出十字路口即刻救援系统 而且当你看到它救护车上面的警示灯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已经太近了 就没有时间去反应 所以就是一个提醒就对了 这套系统结合卫星定位 救护车在100公尺外时 红绿灯就能感应到 将耗制变成绿灯 让救护车能够顺利通过 避免车祸发生 办的道路限速大概40公里的话 就去换算出来 大概100公尺它大概就有9秒或10秒 就很足够 这项特别又实用的设计 让肖佩文打败其他国力名校的参赛对手 拿下科技公司举办的设计大奖的金赏奖 牺牲睡眠的用心设计 师长称赞 肖佩文不仅聪明 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导